家裡什麼都有就是空間沒有 媽媽一天煮三餐一年煮一千多餐 像家裡面這個衣服洗衣機幫你洗 可是洗完衣服都沒有人幫你做整理 今天要你介紹這一組我們全新第二代神奇的摺衣板 這個摺衣板整組整套採用PE的材質的設計 像家裡面媽媽什麼東西最難摺就是這個小朋友的衣服 以前的媽媽都是這樣摺有沒有 領子對領子 袖子對袖子 不管大件小件拿起來 媽媽同一個姿勢同一個款式都是這樣給它摺起來 可是你會發現到大件有時候常蓋小件 小件永遠都找不到看不見 我們這組神奇的摺衣板讓你戴回去真的很簡單真的很方便 直接你要多大你直接把它放進去 完全沒有功夫完全沒有技術 一件小朋友的衣服就可以幫你把它摺好了 還有什麼可以摺的不只小件的可以摺 像那種大人的T恤Polo穿有沒有 以前的媽媽真的很聰明都拿那個衣架在那邊架有沒有 架兩邊長腳變形壞掉 一隻還要花你七八十塊一百多塊錢 這一組神奇的摺衣板讓你戴回去完全都不需要 不需要 你就稍微要多大有多大 稍微給它整理一下 給它左邊右邊多的FuHand記得喔 再給它多摺一次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往上翻上去 一件衣服喔 不管二L 不管三L 每一件尺寸完全是一模一樣 什麼東西還可以摺 像小姐的像太太這個裙子有沒有 以前媽媽都用假的 夾到兩邊變形擋腳壞掉 現在開始不用了喔 像家裡面這個裙子一樣 給它左邊右邊給它往上一翻有沒有 一件裙子喔馬上可以幫你把它摺起來 就是這麼整齊 就是這麼亮膩 這一組不只讓你戴回去摺衣服喔 像家裡面這個西裝褲 家裡面這個牛仔褲 以前媽媽這個西裝褲 牛仔褲有沒有 收下來都是這樣對摺 對摺再對摺有沒有 塞在褲子區上面的線條都不見 所以很多媽媽花三千花五件要插電有沒有 都買這個運斗 不小心燙到喔 耍牙碰爬要送醫院 現在開始都不用了 我們這組神奇的摺一板讓你戴回去 可以當作運斗做實用 不要像一個阿伯 早上跟我講說他買回去之後喔 都給他放直的 摺到明年中秋節又要吃囉 還是摺不回去記得 褲子要把它打橫抄出摺一板摺起來 給他左邊右邊記得給他壓一下 為什麼壓一下等一下跟你講 褲子就可以幫你把它摺好了有沒有 同一個尺寸同一個size 什麼東西最難者 一個媽媽剛剛跟我講說 她真的好感動就是這個 小朋友制服老公稱讚 以前媽媽真的很辛苦啊 在家裡要用手洗 用洗衣機洗 那個洗過年過生用 做巴巴根本就沒有人敢穿它 記得媽媽小姐 你不需要再去買這個運斗 要插電喔 還要加水 還要再運有沒有 浪費時間浪費金錢 現在開始都不用 上中下的扣子讓你扣起來之後 記得正面朝下鋪平它 下擺抄出去喔 你就直接把它折起來 就可以了 嘿 左邊給他翻過去 你有沒有發現到什麼事情 上面有很多的小圓孔 這個圓孔喔 不是做好玩 不是給小朋友畫圈圈 記得 你用你手掌的溫度喔 可以幫你直接把皺的衣服 幫你把它整平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方便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一件制服 一件稱讚 有沒有看到 哇每一件都跟新的樣 就是這麼神奇 我們這一組讓你帶回去喔 本身是第二代 為什麼叫第二代 一般外面很多菜奇阿烏雷伯有沒有 這個本身是第一代的 它所有的結構喔 全部喔 完全都是一體成型的 不管薄的可以折 可是厚的沒有辦法折 我們這一組讓你帶回去喔 你要折薄的 瑪拉小姐 你要折厚的 通通都沒有關係 你就這樣子 所有的關節通通 可以做活動的 有沒有看到 嘿 直接把它推開就可以了 完全沒有功夫 沒有技術 嘿 小朋友從小時候一直用 用要長大 還在用 像家裡面什麼東西 最難折到像這個 像家裡這個蓬鬆的外套 毛線衣高領的 記得 你要折都很簡單耶 先給它整理一下 下擺抄出去 你就把它折起來 抄出去你就把它折起來 很簡單很方便 左邊翻過去壓一下 右邊翻過去壓一下 下面再直接把它放上去 一件外套喔 輕輕鬆鬆 就可以幫你把它折起來 有沒有 我們的折衣板它是可調式的喔 你只要把折衣板翻過來 然後 在這個扣碗的地方 輕輕的往上推 記得把這三個推上來之後 你就可以依照你需要的攀布做調整 記得喔 這三邊你都需要來做調整 那我們要扣上去的時候 你只需要往上拉 把扣子扣在這個板子上面往上拉 出來之後呢 它是就像A4大小 我們把它鋪平 你要記得喔 這兩片平滑面對平滑面 這裡有那個叉燒 把它放在這個孔裡面 不需要拿工具 不需要鎖和絲 只需要按下去 聽到咚咚咚的聲音 這樣子就安裝完畢 那記得兩邊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當我們要外出旅行工作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拆起來 隨身膝帶也可以 只要把這個板子往上翻 我們把這八個孔拆掉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兩邊